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我們這一區似曾相識這個 結過婚的就宜文謙 你有一段十年的婚姻 而且它還是你的初戀 對 我們這個十八歲就認識 就在一起 然後一直到三十歲才結婚 十二年愛情長跑 有很穩固的基礎 因為剛好高中畢業嘛 念大學 然後又經過他當兵 然後就業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事情 事業蠻忙的 開始我唱歌 然後後來又做服裝 就也沒有覺得兩個都在一起這麼久 好像不需要什麼 一個一張紙的那種 對 那就一直到了三十歲 我懷了我的兒子 就想說我們兩家家長說 你們兩個在幹嘛呢 決定怎麼樣呢 好吧 那三月辦婚禮 九月我就生了 就命運幫你們決定這場婚禮 對 沒錯 那結婚之後呢 跟婚前的感覺 其實就已經一起過了十二年了嘛 那就像家人 我覺得那個時候就是已經 進入一個習慣的時期 那其實說真的能夠當家人 我覺得已經非常幸運 因為工作很忙 那也沒有說真的 忙到沒有什麼時間可以吵架 你比他忙很多 公事 沒有沒有 一樣 他也很忙 我們那時候一起創業 對 所以那個時候會吵架 幾乎都是公事 對 那私事反而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好吵 因為我們太熟了 對 所以工作變成你們吵架 常常的癥結點 當然啊 因為看法不一樣 對 對 所以真的我覺得夫妻或男女朋友 真的 第一個最好真的不要共事 對不對 因為就算你 就算你個性很像 可能價值觀還是不一樣 對 所以共事是一個 導火線吧 對 因為他可能回來的時候 我又出去了 而且我是那個時候歐洲啊 全世界 因為我要看很多 陳一展啊 什麼部展啊 然後去試調 那他也是忙著業務這樣 跑來跑去 所以他回來可能我又飛了 所以碰到時間 真的越來越少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看大概 絕對碰到 能夠碰到不到三分之一 對啊 而且你知道那個時候 哪有什麼APP 都是要打電話的 打電話 我們最精彩一通電話 六千塊 電話費 對 就是為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然後就起了一些爭執 就會發覺哇 神經病啊 在電話上吵那些 反正你也不會同意 我也不會同意的事情 可能在跟家裡吵的是一樣的 幹嘛要花錢吵 對啊 可是因為遠距離嘛 那這過程中 你沒有想說停下來腳步 稍微救一下這個婚姻嗎 我常常跟我小孩現在 我就會跟我小孩講 我說我年輕的時候 我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 都focus在我的工作 我承認 那我覺得他也算 所以呢 就是彼此都沒有辦法退一步 而且你知道嗎 就常常沒見面喔 就會淡了 好比說你都看不到他 接好比說你有一點 講肚子痛好了 你不會跟他講 可是假如他在你旁邊 你就說我今天肚子痛 對 那會不會你 他可能會 帶你去看醫生啊 甚至陪你去看醫生 我就想起來 我好像懷了兩個小孩 產檢都我自己去 其實我沒有抱怨喔 不是抱怨 因為我也沒要求他 他第一個他也不在 那第二個 我不會要求他跟我去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能做事 就自己去做就好了 幹嘛還要兩個人 這樣子浪費那個時間 你們都各自太獨立了 因為芬姐你怎麼看 他們這樣子一個拚命三郎的工作 又分隔兩地的事情 對啊 其實我身邊有很多女生 就是常常就會在 工作就是事業跟家庭當中 常常說蠟燭兩頭燒 所以我必須講一件事情 你經營事業可以事業有成 不管你賺錢 或者你的知名度 你的演唱事業 你的服裝事業 你很容易看得到 可是經營家庭 你不一定能夠得到你滿意的分數 就算我已經進了九十九點九九九九九的努力 可能丈夫給你六十分 婆婆給你三十分 不及格 對 可能小孩給你二十分 你無法去面對這種分數 所以很多女人就會選擇 那如果這樣要選擇 如果以我來講 我也會選擇事業 對 我何必要去選擇一個 大家都不討好 對 然後又很難討好的 那一部分 婚姻就是很難討好 婚姻你要討好你的另外一半 你要去經營 剛剛講時間就是一個殺手 每個人就二十四小時 對 他這樣飛 真的是二十四小時 我們還可以說我們八小時 十小時 可是他歐洲飛 對不對 臺灣這樣飛 全世界這樣飛 二十四小時都不夠他們那個 那這樣如果有事業的女強人的婚姻 不就是會變得很危險了嗎 對 他就只好找一個小男人 可是如果還找個大男人的話 大男人配上大女人 通常下場就分開吧 所以你覺得這是命中注定的結局 對 因為我也看過有很多大女人配小男人挺好的 對 比方說你就專門去充斥你的事業 我幫你含心入骨 把孩子撫養長大 只是角色改變 我覺得是OK的 所以我覺得難免取捨 可是到現在女性越來有這樣的自覺 我覺得挺好的 你就選擇你的事業 我覺得很好啊 然後孩子長大就會來找你了 沒錯 當然當然 小孩不是我們的資產 他有他自由的意志 我覺得小孩 尤其他成人 像我兒子結婚了嘛 我女兒也二十二歲 他交男朋友 男朋友 他就知道婚姻跟戀愛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有一個 不能算是很正確的觀念 可是以我自己 我常跟我小孩講 我說當然你結婚 你選擇結婚了 你就要真的誠實地面對這段婚姻 好好地經營他 那真的不見得要生小孩 因為小孩是一個很大承諾 其實小孩可憐 我以為你會覺得幸好現在有兩個小孩 我覺得小孩真的不是大人的資產 所以一定就是要好好地考慮 你要不要生下這個小孩 而且說真的 那個時候就覺得結婚也是一個人 我越來越想一個人有什麼不好 你活得很好啊 很快樂啊 而且你知道我 應該說我比較自我吧 對 所以我覺得在我來講婚姻真的很像 以前人家講說 因誤會而結合 因了解而分開 我覺得是因相愛而結合 對 然後因了解而分開 這是真的 因為你們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不在一塊 你習慣了一個人 所以這個離婚是你主動提出來的嗎 我覺得我提出來 可是我們兩個人的表情 都如釋重負 真的 就是我也看得出來覺得 就是覺得終於有人講出來了 因為他可能也覺得他一個人很強 很累 大家都蠻累的啦 有一個轉捩點對你來講很重要 就是家人的奏勢 對啊 那個兩千年我哥 心肌梗塞猝死喔 然後隔兩年我父親 對 四十三歲 我那年才三十七歲 我就在想人生苦短 那一定要為了 好多好多的那個束縛跟責任 而讓自己過一個 你不見得想要過的生活嗎 所以我就 真的 我就跟他做一個很和平的 協議的分手 憶恩姐從頭到尾 我覺得他對感情看得很淡然 你覺不覺得他應該可能要在 這個婚姻裡頭再多努力一點點 我覺得婚姻不是靠努力 我跟你講婚姻是靠懂得讓 因為我們在戀愛的過程裡面 我們被制約的觀念就是說 只准愛沒有分開的空間 沒有提分手的空間 所以你一定會撐撐撐到 你不想做一個不負責任的人的時候 這愛就是其實不是你考慮的重點 就變成說好像負責任是一個重點 然後就越負責任 越違背愛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他不是要在那個 我覺得他現在有這樣一個好不容易 有一個這樣的選擇 你知道單身不一定 跟這個人的關係 是沒有關係 他搞不好因為這樣的彼此還可以 朋友 我還可以 我還有關心你的一個距離的 可以呼吸的空間 沒錯 可是如果說我們依然是在一起的話 我可能溫厚你的能力都沒有 對 說得真對 確實 如釋重負 這是你那時候的感受 我們兩個都如釋重負 我還是在一起的話 你也知道太誇張了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